国外的企业它对于咱们中国的这个产品 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存在一些技术啊 或者说认知上面的一些偏见 对于这个您怎么看呢 这个我也能理解 毕竟客户他对一个之前那边用过 他说他又要用的话 还会有一种陌生感 所谓陌生感或者是不信任感 这个我都能理解 但是目前随着中国的工业基础的发展 基础的一个发展 那些成统以后 它会出现一个紧张式的 之前中国的话出口都是 应该是低端制造 但是目前从中国的汽车 是吧 对 从中国的AI机器人 对 还有中国的好多一些新的技术 在国际上它也是一流的 所以同时也带动我们基础行业 必须达到国际一流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为了更好的服务的客户 我们所以从去年开始 就开始在俄罗斯 包括成立了新加坡的分公司 包括印度 印度是我们最早的 应该是在19年 我们就有印度班之处 然后也培训了当地的代理商 他们每一年都会来 来我们这边进行一个培训 包括我们每一年会新的技术花布 就会让他进一个培训 因为要他去培养他当地的人工 对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早几天 上个月我们有个叙利亚的 他培训完已经已经回到中东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减少客户 在出新闻的时候等待时间 我可以从你所属的地理 时间出发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既然买回去 我不可能就干一个空间 你可能说一年以后 两年以后 我通过来就结了个新的电单了 我需要有新的技术 那我们可以协助他去开花 对 这是我们语完说这么多年 在亚洲我们能做到这么大 对一个原因 最终哪个原因 对就是不断地在 从利他出发 对 对从先让我们的客户 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得到 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所得到 是吗 对 说得很厉害